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准备了一个Agent 草莓甜言圈在这边 让大家有点感觉 到现在没什么用 这场议程的讲者 他有很多去追踪暗网情资的一些经验 他跟我们纯座技术人不一样 他是比较从Data Scientist的角度 比较从暗网情资的角度去切入 并且实际加入这些信用卡诈骗的社群 并且了解他们怎么样运作这整个诈欺的地下社群 地下的犯罪组织 所以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一些面向 那我们就快速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这一场的讲者 然后开始我们这场议程 大家好 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中国地下的信用卡道刷生态链 以及教你如何成为一个钓鱼大师 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Strawberry Donut 目前在国外的科技公司任职 在此之前也在国外的网络金融业工作过 我主要是一个Data Scientist 负责Fraud Detection的部分 以前也曾经负责过证券交易等等的 金融犯罪行为的侦测 以及AI系统的建立 另外我本身是国际凡喜前师协会的会员 今天的分享分为几个部分 我会首先介绍信用卡道刷的背景以及范围 那我会介绍我是如何开始这个旅程的 之后会带到比较多技术的地方 是教大家如何去盗刷信用卡以及发掉语信 最后会有这次分享的结论 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以前 这边有个声明 我们的研究团队100%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也没有任何执行任何会触犯刑法的活动 第一个部分我会稍微介绍 今天研究的背景以及研究的范围 相信在台湾的大家都对诈骗这件事情不陌生 诈骗不管是电话诈骗或是简讯诈骗 或是交流软体里面的投资诈骗等等 都是非常猖绝在台湾以及亚洲各地的 在日本呢 因为有一些语言的障碍呢 比较没有这么多social engineering的诈骗 但仍然呢信用卡的犯罪任是每年的成长的 在2021年日本的信用卡犯罪额度达到了 330亿日币 那非常多的信用卡公司以及一些大型的网络公司 其实花了非常多的预算 想要防止信用卡的滥用以及信用卡的诈骗 根据日本金产省的研究显示呢 信用卡公司每年在防止诈骗等等的预算方面呢 增加20到30%的比例增加 但仍然诈骗的猖獗人士每年 以非常快速的形式增加的 在信用卡的诈骗这个生产链里面呢 大家就是很多诈骗方会负责很多的国家 像台湾是比较小的市场 所以台湾通常会跟其他的国家一起做 那日本呢是因为有台湾人口的五倍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日本的市场 它除了比较容易掉到鱼以外呢 也非常容易诈骗 日本市场相较台湾的市场而言呢 台湾的市场在刷信用卡的时候简讯认证 那日本的信用卡非常多都不需要简讯认证 那自然是一个诈骗犯非常好的目标 接下来我会分享我们的研究团队是如何开始这个旅程的 要了解Actor的行为跟整个产业的生态状况的话呢 当然我们从公司内部的log data等等 也可以看出非常多的资料 但是从Actor的角度呢 去深入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 所以为了了解整个产业的生态链呢 我们直接深入了Actor 我们直接深入了暗网看Actor在做什么 我们就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暗网的频道 付钱跟他们买了教程 在这个暗网呢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里面的这个频道 他有9万6千多人的subscriber 然后依据这个讲师 也就是这个community leader 他的说法是 在今年1月到6月呢 总共有500多个付费的学员 那因为我要付费购买这个教程呢 我就拿到了付款的比特币地址 我拿这个比特币地址去查一下 在2019年到今年的2022年的6月呢 大概三年的时间 讲师总共收了56比特币左右 56比特币换算成台币 目前是相当于3800多万的台币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只是他其中一个收费的方式而已 其他要支付宝啊 或是USDT等等 都可能是他收费的管道 我们在开始研究之前 要有一个安全的研究环境 OPSEC Operation Security 去防止我们的研究人员 在研究的过程中 被犯罪者关联 那这研究环境呢 主要牵涉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Persona 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安全的帐号 那这其实就是Telegram帐号 要有一个无法关联到我们个人的手机 新的手机的门号来去申办 那第二个是Device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格式化的电脑 或是我们可以足用VPS或RDP去进行我们的研究 第三个就是Internet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网页 网路还有IP关联到我们的个人 那这可以做的是 可以用VPN或是用Proxy 或是可以包好几层来隐藏我们的IP 接下来我要购买教程了 购买教程之后呢 这个讲师会把我拉到很多的群里面 就像右边这个图里面有很多的群 他除了提供呢 各种钓鱼跟上鱼 还有现金化的影片以外呢 他也提供各种资源 像是提供email的database 像去练习或是一些免费的tour 让你可以隐藏身份啊 或是你在像鱼之后 他也提供变现的管道 让你的这些倒刷的信用卡能够变现 那这个讲师呢 他主要的目标力不是去贩卖这些课程 他希望能够多收一些小弟来帮他做事 他就只要抽成就可以了 实现真正的财富自由 接下来呢 我会介绍actor的价值链 这个投影片呢 基本上就是整个价值链 产生价值的方法 我们从环境的设定 钓鱼环境的设定到钓鱼 接下来呢 我把钓鱼来的资讯呢 去准备倒刷 倒刷之后呢 变成现金 这是整个价值链的缩影 那接下来我会 一步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去讨论这其中的技术含量 第0个步骤 营秀setup 它是灰色的原因是因为 它不是只要执行一次而已 相反的 从第1个步骤到第5个步骤 从准备钓鱼到最后下雨的部分呢 我们都非常需要这些环境 来帮助我们 隐匿我们的讯息 环境设定非常重要的原因 主要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防止我们被merchant抓 第一个防止是我们 防止被封控 现在很多大型网站都有封控机制 那我们要避免我们 整个我们的钓鱼网站 还有我们的信用卡到处的时候被封控掉 第二个是要隐匿我们的身份 如果我们不能隐匿我们的身份呢 非常容易关联到我们的个人 那可能警察就会直接来找我们了 所以initial setup 这个环境设定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如果其中有一个细节 没有做到或是疏漏了 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环节 或是其中的一些步骤就要重新来执行 更糟的是我们被封控掉或是被警察 找到我们的真实身份 那就非常不妙了 在环境设定的部分呢 除了租用VPS、RDP等等之外呢 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IP位置 我们的IP位置 如果我们今天要倒刷信用卡 或是我们要做一个email的domain的话呢 也要想办法接近我们的目标的 我们目标的国家 跟我们目标的限制 另外呢第二点 现在很多的大型网站啊 够网站等等 他们都有非常强的封控机制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IP的database 去收集这些黑掉的IP的 所以如果某个IP你使用的IP 如果以前就有做过坏事的话呢 那你有可能会被封控掉 我们在执行一些犯罪之前呢 我们需要去确认我们的IP是干净的 而且没有在这些 就是大型网站或是大型的 个网站的blacklist里面 那要怎么check我们的IP是干净的呢 这些有一些网站是可以帮助我们 确认我们的IP是否是干净的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环境的timedown 跟一些语言啊 显示成为我们目标 目标国家 目标地区的环境 市区以及语言 最后最后呢 我们要防止我们被track掉 track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更改我们的Mac地址 或是我们的device ID 也不要忘记去清理我们的cookies 还有DNS等等资讯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Residential Proxy 这个Residential Proxy其实是很多犯罪者会使用的工具 他们的目的也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防止被封控 第二个是防止显示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向往的时候呢 大家都是用家用网络出去的 所以 现在有很多大型网站呢 其实是有方法侦测你的IP 是否是家用网络还是datacenter 如果你是从datacenter的VPS出去呢 很容易被封控极致封锁 那所以这个Residential Proxy 基本上就是拿别人的电脑当做代理伺服器 这些代理住宅的IP 能拿来的方法 可能是你在玩开戏农场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别人的代理伺服器 有可能是你中了Botnet之后呢 成了别人代理伺服器 这里重要的一个点是 我们使用了住宅的IP 去卫造 使卡仁账单地址 所在地附近的IP 才不会被封控封锁 那主要的代理IP 主要代理伺服器有三个 第一个是911 这也是中国的犯罪者 非常喜欢使用的代理伺服器 另外呢 像是OxyLab 或是BlightData等等 都是非常著名的Residential Proxy 接下来这几页呢 我会介绍911 这个非常多中国的犯罪者 在使用的代理伺服器 这个页面中的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除了选择国家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每个县市的IP 这边以日本举例 如果我是我的盗刷者呢 在日本的长期 那我就可以选择长期的IP 来卫造我的IP资讯 911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呢 是他可以去假冒user agent 所以今天呢 信用卡受害者 假设他常常都是使用手机上网 他用手机的扩码 或是他用手机的一些browser 这些资讯都是可以去模拟的 这边的user agent呢 除了手机电脑以外呢 像user browser等等 细节的资讯都是可以被伪造的 我会在公开场合介绍911这个这么好用的犯罪工具的原因 是因为在今年的7月底 911已经被 已经停止服务了 如同这篇声明所说 他们自称他们的付款主机被骇客入侵 所以需要结束服务 但我们营救团队也同时觉得 除了被骇客入侵以外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犯罪集团 在使用他们的代理伺服器 所以被政府盯上了 如果你看911的界面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界面对犯罪者非常的友善 非常适合犯罪 并且也没有本人认证等等的机制 所以如果你用比特币付款 或是你用倒刷信用卡付款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本人的 这么好用的犯罪工具 就我在暗网上看到的T杆来说 大概五到七成的中国的犯罪者 都是在使用这个代理伺服器的工具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被玩太多 所以被中国政府定向 进而停止服务 目前在七二点的时候 因为911的服务的停止 很多的犯罪者都交投了 非常的兵惶马乱 在找新的代理伺服器 那过当一个礼拜 他们又已经找到了其他替代的方案 911非常受欢迎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便宜又大玩 如果你是要使用到150个IP的话 只需要花大概20美金左右的价格 那其他的代理伺服器或是国外的代理伺服器 都没有这么好的 CP值这么高的价格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钓鱼了 钓鱼的环境设置牵扯到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你要有一个email database 你要决定你要寄给哪些人去钓鱼 还有你要设定你的fishing kit 并且有了fishing kit的网站之后 有了钓鱼网站之后 你要想办法把这些钓鱼信件寄到受害者的手中 目前email等等的大型的公司 他们有非常严格的钓鱼的防范的机制 所以你要想办法将你的这些钓鱼信件 寄送到使用者的手中 才能想办法钓到鱼 假设今天我们已经有寄发目标的email database 我们今天要来 我们现在要来架设我们的fishing kit 架了fishing kit 我们才可以开始收集资料 架设fishing kit主要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你可以攻击一个网站 把这个网站变成compromise server 比较不会被防毒软体ban掉 另外一个方式是你也可以架设在租用的VPS上 如果你的主机是租的 要用比特币或盗刷的卡片付款 才可以防止你个人的身份被暴露 另外你也可以跟一些俄罗斯的犯罪集团合作 他们有一些bulletproof hosting的服务 即使你的钓鱼网站被检举了 也不会被关掉 如果你要使用正规的服务 Error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 在暗网里面有很多的钓鱼犯罪者 他们都推荐Error这个服务 因为Error对钓鱼犯罪的容忍度非常高 你的钓鱼网站可能就算被检举了 可能一整个月都不会被Error关掉 那就算他们关掉了 你只要马上再开另外一个 马上再开一个钓鱼网站 那你的新的钓鱼网站 你要等一个月才会被关掉 这个投影片里面的图片 基本上就是FishingKid的案例 的范例 我们可以看到钓鱼的FishingKid 主要分成几种 第一种是信用卡公司 或是银行的网页 另外一种是像大家都会使用的购物网站 像是Emazon或是乐天 那第三种像是国民常常会使用的网站 就我本人就看到一些 日本新干线的订票 或是一些订票系统 以及日本的接种 就是打之前的COVID打疫苗的网站 那在台湾的FishingKid方面 我看到中华电信 还有一些虾皮等等的FishingKid 都在暗网里面流通 接下来我要拿我手边有的亚马逊的日本亚马逊的FishingKid 来做一个介绍 FishingKid分主要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frontend 第二个是backend 然后第三个是它返还的值 那这边主要是针对backend做揭晓 在这张图里面我们主要可以看到 它会防止一些Bot来网站的造访 在左图可以看到有很多Google的Bot都被它Band掉 在右图像是一些卡巴斯基 或是资安公司等等的IP 也都是被它禁止造访的 除了刚才那些看是哪些Bot 然后去防止一些Bot跟IP以外 这个backend里面 它也会去依照IP去反解一些 学术单位跟资安公司 如果他们查了一个IP 然后发现这个IP的来源 是学术单位或资安公司 或是一些大型网站等等 他们也会禁止这些IP的造访 最后我们已经就是把我们标的人 shilter掉了 所以我们的受害者呢 如果他是用 我们现在要来用我们的受害者 我们的受害者呢 如果他是使用proxy的话呢 我们会想办法去拿到他真正的IP 另外如果受害的造访者呢 他的IP不是在中国或在日本的话呢 他们也看不到这个钓鱼网站 在非常理想的状况下呢 受害者要开始填写他的个人资料跟信用卡资料了 这个我们又叫上瑜 在填写个人资料的时候呢 有时候像是这个是亚马逊的网站 他就会想办法调到这个受害者的亚马逊的 他的账号跟密码 那这边会有一些基本的防错的机制 像是如果使用者的密码呢 是小于四个字母的话呢 我们会想要 我们会跟他说 哦你输入错了 请你再输入对的密码 另外呢 当他们开始输入他们的卡号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办法 去用个API呢 去看他的卡号是不是valid的 如果他的卡号不是有效的话呢 我们还会跟他说 你的卡号不是有效的 请你输入有效的卡号 最后在头一片的左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最后受害者输入的资料 返还的状况 返还的值 那这些值呢 直接会返还到 像是右边这个代码 公布的一样 他们会返还到 犯罪者设定的email账号 基本上就是会返还到他们的email里面 好 最后这个是就上于了 这个就是 我们的email的信箱里面 会有这些 他们受害者填过来的资讯 这些图呢 不是我掉的 这些图是我在暗网上面 看到他们一些act在炫耀自己 有非常多的上于的截图 在即发钓鱼信件的时候呢 也会有非常多email的公司 在进行封控 那主要有几个心法 是我们要组一的 主要心法呢 最重要的mindset是你要一直去 try an arrow 去看看怎么样的信件内容 是可以过这些风口的 那在环境跟设定方面呢 有几个主要的技巧 像是我们需要 一直去换我们的IP 不要被这些email的公司去针对 那另外一个像是 我们的钓鱼网站的domain name呢 是不要 要就是 跟大型的网站 像是亚马逊等等 是类似的 去让这些受害者 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就点到里面 最后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的钓鱼网站呢 它不要有SSL 就是不要有httbs 主要是用httb就好了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只要你要有 如果你有httbs 用SSL的话呢 你的身份会铺在很多but 跟就是 公开的网页上 然后很多的but 或者是google警察 就会来找你 那如果要SSL 要怎么就是 把这些SSL网页 放到我们的信件里面呢 它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url redirect 跳转连接的工具 在这边呢 我就用了amazon这个东西 来做举例 这个是一个跳转连接的工具 我可以输入 我的跳转连接 指定的网址 然后跟我跳转后的网址 这一个好处是 如果今天我的钓鱼网站 不幸被封控掉 被take down了 我可以马上就是变换了 我这边的目的地的位置 去导入到我新的 跳转连接网站 那就算这些新的 这些就是受害者呢 他们在点到我的 点到我这个url的tool的网址的时候 他们也会到我新的钓鱼网站 使用网页跳转工具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可以让你的钓鱼信件 看起来更正常 你的钓鱼信件里面呢 会有一个httbs开头的连结 那比较不会被封控掉 另外呢 这些跳转连接的服务呢 可以让你自己设定 你的网站的网址 它可以去设定像是 亚马逊等等类似的 网址 让受害者搞不清的状况 就点到你的钓鱼 钓鱼网站里面 另外一个好处是 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钓鱼网站不幸被封控掉 那你可以快速的建立 另外一个新的钓鱼网站 然后只要更改你的 钓鱼网站的网址就可以了 的目标网址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改到信件的内容 这可以帮助你在复原 这个阶段能够快速的复原 也不需要重新做很多的步骤 钓鱼完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上娱乐 这张投影片的右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正常钓鱼信件会收回来的内容 它主要一定会有信用卡的资讯 持卡人的姓名 还有些身份认证用的 生日啊等等的 以及IP device footprint 跟一些browser的资讯 那如果要更豪华的话呢 有一些钓鱼的fishing kit 它们会有一些 像是亚马逊啊 或是一些新干线的账号密码 或是你的手机号码 等等 基本上你想要搜什么就可以搜索 但基本上 照于来的资讯会有左边这些 列出来的资讯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些上娱的资讯了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把我们的这些 信用卡的资讯呢 变成现金 那变现呢 有主要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上网 去一些网站 到刷信用卡之后换线 它可能是一些虚拟币啊 或有可能是 你去买一些礼品卡 gift card的网站 然后它把一些现金返还给你 另外一种方式就比较复杂了 另外一种方式是 你去购物网站啊 或是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 它把一些买的东西 送到收获人的地址 这些收获人合作的 头头呢 他们就会返现给你 那这些收获人的头头呢 收到你这些物品之后呢 他们会把这些物品 拿去卖掉 再换成现金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呢 搞这么复杂的好处是因为 它可以防止你被警察抓 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呢 通常 只有最左边的这个盗刷人 他是 在中国的 那在收获人 还有一些收获管理人等等 他们是在日本的 就算日本的警察上门呢 他们也只会说 哦 这只是一些就是朋友寄给我的 盗 呃 代购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朋友会用一些其他的信用卡 那 没有明确的犯罪的理由 跟动机的话呢 基本上 是不太会有一些罪行的 介绍完我们的变现模型之后呢 我要介绍 我们要开始刷卡之前要怎么决定要刷多少额度 额度 信用卡额度的预估是非常重要的 一张信用卡的卡号呢 它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份 以及它的额度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去预估 信用卡的额度 才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刷多少 那以这个业界来说呢 其实你刷满大概30%以上 或是更多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因为你刷更多 可能会触发封控机制 或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额度可以刷 那预估额度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非常 图法链感的方式 就是依照卡号 以及持卡人的资讯 去预估它有多少的额度 第二种是 社交工程 基本上就是 打电话到信用卡公司 假装你是持卡人 然后去询问你的可用额度 最后一种是直接登录 信用卡的网络银行 去看看你有多少的额度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方式 是图法链感的方式 就是如何从信用卡持卡人资讯 以及卡号来预估 我们有多少额度可以刷 那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 我们可以从Cardbin 去看卡的level 如果它是高阶的卡 可能通常会有比较多的额度 另外一个是持卡人的年龄 通常1950年到1970年的 持卡人的年龄 他们的额度是最高的 另外像是 如果是日本的话 可以从手机号码 看出它是不是IP phone 还是它是传统的 电信箱的电话号码 通常IP phone 是这几年才出来的 那如果你是用传统电信箱 电话号码 通常会比较形象有更高的信用卡额度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从Card Expiration Date 来看出 推测出你的卡的额度是多还少 如果你是已经快要到齐的卡 代表你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那用了一段时间的卡呢 也偏向有更多的信用卡额度 这也是一种推测的方法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 如何进入信用卡的网站 看额度 这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你在钓鱼的时候就已经叫到 信用卡网站的资讯 第二种是你要赌这个持卡人 受害者他没有任何信用卡网赢的账命 那我们就直接去 register去登录一个新的账号密码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他的账号密码 我听说台湾的话呢 是信用卡公司在 在就是发卡的时候 有很多公司就已经规定 你要用他们的信用卡的网赢 那日本有很多信用卡 像是一些在百货公司可以申办的信用卡呢 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服务 不会有这样的限制 我们的研究团队在暗网里面 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直接登录 持卡车的网络信用卡 去看他的信用卡额度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就算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有账命的话 我们就直接登录账命去看就好了 那就算我们没有密码呢 我们可以用卡号等等的去申请 这些忘记密码等等的服务 那日本的信用卡公司呢 有一间信用卡公司 它是有3D认证的 这一间公司就是非常的奇妙 因为当犯罪者 他们在说自己忘记密码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同时reset你的email 所以呢 你忘记密码同时呢 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让这个信用卡公司呢 把这个密码重设的连结呢 发到你自己的email里面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呢 我们同时改了email跟我们的信用卡的密码 然后我们就直接 用这个新来的重设的密码呢 去登录信用卡公司的网站 登录之后呢 除了可以看到卡号以外呢 更重要的是 这个犯罪者呢 他把奇卡人的手机 disable掉了 这是说什么 他就勾了一个 他就勾了一个勾说 我没有手机 所以呢 原本这个公司他会发简讯 给受害者进行认证 但今天因为他没有手机 就不会有简讯的认证了 在倒刷的时候呢 简讯的认证改成3D的密码 那3D的密码因为我们已经钓鱼钓到了 所以呢 就可以随便刷啦 这边的截图就是 直接说自己没有手机 然后变成3D密码的一个截图 刚才介绍了倒刷变现的准备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倒刷了 这些倒刷信用卡的犯罪者呢 通常会使用 会购买一些 比较容易变现的产品 来进行倒刷 通常会是一些像是switch啊 或是apple手机等等 等等电器的商品 那其他像是一些票卡票券 或是一些很保值的球鞋啊 超排的衣服球鞋等等 或是一些手表 都是他们的目标 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日本人自己买不到东京迪士尼门票 但在淘宝上 有非常多东京迪士尼门票 让你购买 而且在淘宝上呢 东京迪士尼门票价格还比官方的价格还要便宜很多 基本上呢 这些都是倒刷来的 你还可以选择你要的日期 跟你要的时间 他们都会非常有效率的发放给你 如果你不是购买电子票券呢 通常你会需要一个收获的地址 那在日本的收获地址呢 通常会在推特 或是在微信群里面招募 通常会说 在家勤务 在家工作 轻松收获赚钱 在台湾的话呢 这方面就不是那么发达了 通常诈骗集团 要刷台湾信用卡呢 会刷 像是日本的购物网站 去防止 他们的收件人被检举 然后警察上门 我自己在暗网里面呢 我们的研究团队曾经想要 去看 台湾有哪些收获地址 那相较于日本的收获地址 台湾收获的人非常的少 而且其实这些收获的人都非常的害怕 他们曾经有就是警察上门 然后起诉的警力 所以呢 我花了一些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才拿到了这些 收获的地址 通常呢 这些 下面呢 在 交涉收获地址的人 他们还会跟我说 就是要小心 我们不要被抓到 因为他们的这些 下面的这些小弟 非常的害怕 对 所以就跟日本的生态 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因为我自己有这些 人的姓名跟地址 我自己有去看过 一些人的资料 其中有一些人是 在就是有一些 枪械的前科的身份 还有一些法院的起诉记录 就应该是台湾的一些黑道 我们有盗刷 然后有收获地址之后呢 就要开始寄件了 通常这些收获商呢 他们会 在暗网里面 发布一些收获的照片 去显示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而且他们是可以醒来的 这些收获商呢 因为他们下面的小弟 需要负担心责 跟寄送的风险 负担行责的风险 跟寄送的一些手续 还有要把它变现等等 现金流的调配等等的 所以收获商通常会抽的 二到四成 所以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亚马逊一千元的gift card 那你可能会 他会返现给你大概七百块 然后他自己就收了三百块这样子 我们这部分的分享 已经告了一个段落 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actor呢 你需要经历过多少的层层关卡 才会到最后的变现 首先呢 你需要设定非常多的环境 然后激发出你的 钓鱼信念之后呢 钓鱼信念要项鱼 从激发到项鱼呢 这个比例 非常的吃你的email database 就是你email里面这些人 有没有被骗过 好不好骗 还有你的fishing kit 好不好 骗不骗得了人 以经验而言呢 像日本高速公路的网页啊 或是一些新干线的网页 他们会记说 你的信用卡已经无效了 所以麻烦你更新你的付款资讯 那这些公用设施呢 非常多的日本人有在使用 所以它的上游率会非常高 依据你的环境跟你的圆码 你的fishing kit不同 上游率大概在 0.01%到0.1%之间 所以10万个email呢 被email的风控机制filter掉之后 再到上游的几率呢 其实大概是10条到100条左右 接下来呢 你要上游之后呢 你的卡要是活的 你的卡是可以使用的 刷卡之后呢 还要就是把你的物品寄送到 合作箱那边 让他们返现给你 这都是一个fung 基本上是一个fung 是层层关卡 所以最后赚到的 可能就是你刚才发送信件的 千分之几而已 这基本上是一个劳力活 但是它是没有什么成本的 最后进入了结论的章节 我们刚才看到有非常多的步骤 那这整个价值链呢 基本上是分成了好几个 好几个区块 通常钓鱼的人就会做钓鱼 然后通常在做刷卡的人就收刷卡 收获的人做收获 这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细节 高度分工的价值链 那其中呢 我这边每一个项目呢 每个项目写出来的 基本上都可以是一个service provider 它是可以一个第三方的服务 然后去做一个开源 或是一个让人购买的服务 所以它是高度分工 而且非常成熟的产业 最主要的三个角色 钓鱼大师 还有刷卡的人跟最后变性的收获者 他们的角色跟需要的技巧又不太一样 基本上呢 钓鱼大师在最左边的这个区块 他是最像骇客的一个角色 那最右边的这个收获的人呢 他基本上是非常需要商业技巧 跟一些管理小弟的技巧 所以非常有 有非常不同的技能数 最左边的这个钓鱼大师 他比较像是骇客 因为他需要自己写一个 很好的fishing key去防红 防一些风控机制 然后呢 在email的来源也非常重要 email来源 如果你是用网络上公布的 基本上暗网上面公布的 基本上都已经被别人用过好几次了 所以有些fisher 有些钓鱼大师 他们会自己去报库 或去入侵一些网站 去打一些email下来即发 那在防红方面 你随时要更新这些防红的 fishing key的防红的机制 去避免你的钓鱼网站被take down 那最右边的这个 呃 变现的收获者呢 他非常像是一个商人 因为他要去招募这些收获的小弟 要说服他们收获 然后还要有足够现金 你又可以去 把就是你收来的日币 然后又变成 呃 人民币 这中间的现金流的管制 跟呃 计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商人角色 那中间呢 比较 比较轻松 相对轻松的 就是一些刷卡的 刷卡的人 但是刷卡人 他们需要负担的风险是 他们的信用卡投供应商呢 是骗子 然后所以 呃 找到可以 可信任 然后又可以相信 的信用卡供应商是非常重要的 以结谎而言 信用卡的价值链分工非常细致 而也成熟 基本上现在的科技进步 不管merchant或是信用卡公司在怎么防 都是有破解的办法 但我们不需要太绝望 在就是第四跟第五个步骤 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地方 可以去 加强风控机制 并且防范这些犯罪者 在信用卡盗刷的价值链里面呢 除了信用卡的供应商 信用卡发卡银行 到merchant如购网站 还有寄送物品给消费者的运送业者等等 都是这整个信用卡盗刷 价值链里面的stakeholder 这些stakeholder呢 其实非常努力而在防范 信用卡盗刷以及滥用 要更进一步 并且更有效的 去防范信用卡盗刷以及滥用呢 我们这些stakeholder需要 建立合作关系 并且及时的通报 彼此的状况 跟分享彼此的资讯 才能够达到更有效 以及更迅速的防止 信用卡的盗刷以及滥用 谢谢 那让我们谢谢讲者带来的演讲 那我们这一场是Live QA 那现在确认一下 讲者有在线上吗 在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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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到吗 好 听得到了 好 对 那 对 谢谢今天来演讲 我想很多时候其实我们 完全从外部 从治安的角度来看 我们不知道 底下的犯罪 底下的这种诈骗 是怎么样运行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清楚 攻击者在做什么 所以透过今天演讲 我们很清楚地了解 一个攻击者可会做哪些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提问的部分 那我这边想要先开放现场的 会众们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出来与讲者讨论的 对 与我们今天就称之为甜甜圈小姐讨论的 诶 请 那我们议程组准备了一个甜甜圈 要问问题就对着这个甜甜圈问问题吧 这会被降低大家问问题的意愿 请问有没有针对那个迎联卡的部分 就是去做钓鱼的 因为刚刚看到的案例 好像比较多是看起来像是 Visa或是Master之类的 然后在日本地区 就是可能假设是以中国地区的犯罪者 然后他用了这些 他钓了那些Visa或是MasterCard之类的资料之后 然后到日本网站去做一些后续的作业之类的 那因为迎联卡它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我想问有关这一部分 那这位惠众想问的是有没有关于迎联卡相关的攻击 你们没有追踪过类似的案例 明年卡 还是你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迎联卡 可能讲者没有catch到 明年卡就是比较像是大陆地区自己发行的信用卡 因为可能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可能就是以AE American Express 然后Visa Master之类的 这些国际信用卡组织 那大陆地区的话 他们就是通用是叫银联 这样子 好的 那我把这个问题稍微general一点 就是针对这种大陆地区或各地区 对于自己发行的银行的这种信用卡 那这部分跟你刚刚提到的会有什么不同点吗 你问了那边卡应该是不像什么 中国信国跟Visa合办的卡 是这样的意思 说要比较广泛的新的解释 其实应该是说他发卡组织不同 你刚刚讲的是说他以某个银行去发那个卡 可是其实发卡组织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有Visa一种 Master一种 AE一种 然后银联他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这样子 对 基本上只要被引发的 他会发卡组织在前头上里面 然后像是 大陆地区他们自己的引面 这样子的 他们是不会做的 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警察 抓到中国的国家 然后P的犯罪 把他们的犯罪 如果是中国的银行直接去抓到中国 那边的犯罪是很好抓到的 所以暗网上面很多人都会说 如果是国际的话就觉得没有 但如果是说日本啊或是美国的话 他们就会说什么抗议啊 抗美帝啊 然后什么繁殖的银行 然后最近看到的犯罪是 前面我已经来台湾 然后 我就是想要 然后就会说 马上来录他 所以基本上就是下月之后 我来到犯罪 台湾的 就是被犯罪 犯罪 所以是 好的 对 那我们先回到这样子 那其实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到slido上面 继续跟讲这讨论 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有问题要提问的 那线上我有看到 我们老朋友idol上 在slido上已经有一些问题 我先把这放这 对 对 不过他比较像是 提供一些额外的资讯 也许我们也可以跟 讲者问问看他的经验 对 idol上他那边 跟我们提供一些讯息是 在2000年到2008年 在雷曼危机之前 这个年代的人使用的信用卡 他的额度通常是比较高 那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的人 那这些卡在暗网中 可能就会非常的受欢迎 比较比较老的卡 比较年龄较大 比较大人 然后我们也比较贵 他们赖的卡 会说 我保证是火 如果保证你可以超出桌子 那会比较贵 或是我没有车卡 我没有办法保证 我超出桌子 会比较贵 或是如果 比如说你今天要选卡 我选哪家银行的信用卡的话 不会比较贵 就是他们 因为就是其他人的额度 可能的额度 然后会 大概上会有贵 可是通常就是 比如说买到这个卡 比如说 这比较多的卡的人 他可能会觉得比较贵 因为这个老人 或是年纪比较大人 他的额度是 有可能比较多 好的 好 那谢谢讲者的回应 那我们现场不想要 没有其他问题 那这场的时间 也差不多到结尾 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也可以到slido上面 继续提问 那如果讲者回去看 有看到问题 就可以帮忙回应一下 好 那我们这场 议程就到这边结束 那大家可以再掌声鼓励 感谢讲者今天带来 丰富的演讲